凤姐爆料百百合 已有身孕许久没有消息的罗玉凤 凤姐最近看热闹不嫌是大 大家都知道这一周 被百百合出轨的消息刷了屏 现在来讲不算出轨 因为陈宇凡百百合早已离婚 不过出轨这顶帽子虽说带错了 但是一时半会却不是能够摘得掉的 而此时凤姐又为此事补上一刀 百百合怀孕了 凤姐从照片中推测百百合一拙宽松 疑似怀孕 凤姐什么时候开始干这种事情了 莫不是要转行当狗仔 也 许凤姐是为了蹭热度 毕竟曾经的网红鼻祖如今 也只能靠这种事情博眼球了 至于百百合有没有怀孕 凤姐也只是推测 不可轻信 在小编看来 百百合应该是没有怀孕 当然了 小编也希望能够打脸方圆 霸托父女儿给郭富城 我从小听你的歌 长大搜狐娱乐讯 据香港媒体报道 郭富城和方圆 于4月18日大婚 郭富城率先晒出自己 同伴郎团的帅气照片 但新娘方圆的照片却迟迟未流出 之后 网上传出方圆身穿传统结婚服饰的照片 从照片来看 新娘子腰部略显粗 肚子微涂 身形圆魂 郭富城见到新娘 不禁露出幸福微笑 传统服饰照曝光之后 方圆婚纱照相继曝光 方圆所穿的婚纱是公 竹散裙款式 似乎是有一张秃度遮住 挽住父母双亲的方圆 一点幸福 据悉在婚礼现场 方圆爸爸非常激动 对郭富城说 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的 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 希望你好好对待她 郭富城致百万曲方圆 据香港媒体报道 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 迎娶方圆 为博红年一笑 这次郭富城豪华过百万大搞 低调豪华婚宴 着实是对你爱不完 据指婚宴分别于酒店内 两个地方历史厅和 干RDN Suite花园套房 举行 据资料显示 两个地点最低消费 合共约48万元 另外 现场宛朵粉红色玫瑰花 做布置约居17万元 加上直升机接送约4.5万元 租借大型摄影器材约8.8万元 一对新人鼻子甜相对视此外 新娘子一对刀及名牌红鞋 约人民币5000元 她定造的婚纱 婉装 以及郭富城的礼服 保守估计约26.5万元 再加上回礼等 整个婚礼共花费约百万元 酒店服务包括专人设计中式餐饮菜单 两碗蜜月套房住宿 赠送香槟 鲜花及水果 4日早晨赠送于蜜月套房内 享用两人份香槟早餐 七层模型结婚蛋糕 及赠送结婚一周年套房住宿一晚等 除了城城外 关安娜 胡诺岩及前英皇小花和嘉丽 都曾于同一酒店举行会宴 张志林远姆姨夫妇到产婚礼 当天郭富城 并没有邀请太多宾客 圈内仅有几位贴心好友出席 女神邱淑珍接老公沈霞为出席 身穿一席黑色纱裙十分低调 反倒是她15岁的大女儿 身孕一席红衣格外显眼 张志林远姆姨夫妇 作为郭富城的多年好友 也到场官里 同穿黑色系默契十足 郭富城轰艳言开约五席 不过一对新人的方式比较独特 据香港媒体报道 当天有一架直升飞机飞离酒店 有船可能是郭富城与方圆 郭富城提许媒体在酒店外采访 专门安排工作人员 向在场的记者派发西饼 三明治 汽水 谁等食物 之前 一直有传言说郭富城小气 从给媒体准备的餐点 来看郭富城想得十分周全 他还安排经纪人出面 给道场媒体派发红包 邓子奇默认练情 但更在一腿背拍太粗 角度很重要 西浪娱乐训 4月18日 有网友爆出邓子奇 在日本街头和一百一男子牵手逛街 两人举止亲密 疑似恋情曝光 邓子奇看到照片后 吐槽称偷拍者 把他推拍得太粗 同一天晚上 邓子奇更新微博筛自拍照 照片中 邓子奇头戴黑色棒球帽 一身休闲装扮 下巴尖尖的 十分的销售漂亮 疑似默认恋情 网友纷纷猜测出了邓子奇的饮品 还有一杯饮 不要 那是设计师的吧 但文字中 等邓子奇更在意自己腿被拍太粗 写道 虽然我知道角度的重要性 但还是要喝杯热茶 可以消失和定睛 哈哈哈哈 有网友也纷纷通过微博送上祝福 称 你一定要幸福 你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怎么拍都好看 感觉自己失恋了 不过你幸福就好 我是米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